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TCP并发服务器 那么TCP并发服务器有些同样可能会有疑问说 为什么要去讲解这个呢 什么叫做并发呢 这个地方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之前呢我们学习过UDP网络编程 那么大家发现一个问题 当我先让服务器执行之后呢 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 它可以同时运行多个客户端 而且这每一个客户端呢 都可以跟我们的服务器进行通信 对吧 这就类似于咱们用的KKV微信 大家应该知道 它所对应的呢都是什么呀 自己独立的服务器 但是呢一个服务器呢 可以控制多个客户端与之进行交流 对不对 所以这就把它称之为并发 那这地方写的是TCP并发服务器 代表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说一下 原本TCP呢 它不是一个并发服务器 它同一时间呢 服务器只能与一个客户端进行通信 这一方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我这方写了一个客户端跟服务器的代码 而且实现了一个循环通信 来看一下我们的客户端 第一步创建涛街字 第二步发送客户端里也请求 是不是 接下来就是进行通信了 那么先输入内容 然后呢发送数据 然后呢如果是quit呢就退出 那么然后呢接收数据并打印 相对而言呢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代码 而我们的服务器端呢也差不了太多 创建套街字 那么第二步呢我们相当于设置为端口服用 这个呢不设置也可以啊 再实 那么第三步呢将套街字 与我们的服务器网络信息结构体的进行绑定 那么接下来接听 最后呢阻塞等待客户端离接请求 当有客户端跟我离接之后呢 我用了一个well循环 不停的接收数据 然后呢发送数据 接收数据发送数据啊 就这样的一个代码 相对而言呢也比较简单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运行一下啊 GCC04高生成clint GCC05高生成so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结果啊 先运行服务器 192.168.3.103 9999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个扣端 好注意啊 那我们进去啊CD shel src 点杠clint 192.168.3.103 9999 是吧 连接我们的服务器回车 好 那么我们的第一个扣端呢就连上了 连上之后呢 我们服务器端就可以打印出来 当前客户端的IP地址和端口号 这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说句话 你好 是不是也可以啊 没有任何问题啊 hello 对不对 666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好 接下来呢再来一个客户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到底行不行啊 注意啊 再来一个客户端 点杠 clean 192.168.3.103 回车 当然少输了一个端口号 是不是啊 9999 注意观察 谢谢啊 回车 在我们的服务器端有没有打印当前客户端的IP地址段号啊 没有是不是啊 然后他说句话好不好使啊 是不是也不好使啊 对不对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TCP呢 他原本不是一个什么呀 不是一个并发服务器 所以默认只能与一个客户端进行通信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然后把这个代码呢 也给大家摘到我们的笔记里面 在之前呢 我们在这位置呢 先给大家写一句话啊 那么TCP啊 原本不是并发服务器啊 那么呃TCP啊 TCP服务器同一时间啊 同一时间 只能怎么样 只能与一个客户端通信啊 好 那么然后呢 我们把这两个代码呢 给大家摘过来啊 原本的什么原始代码啊 原始代码 先谢谢我们的server啊 clint吧 c-i-e-n-t clint.c 站过来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再来一个啊 server.c 好 那么给大家站过来了 执行结果呢 也给大家站过来 其实我们就通过这几个图啊 就能看出来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 还是比较清晰的 好 那把这个执行结果呢 也给大家站过来 那么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啊 tcp呢 它原本不是一个并发服务器啊 那么问题在于它为什么呢 来看一下啊 重点在于服务器端 你来看 我们知道 accept呢 它是一个阻塞函数啊 那么reserve呢 它也是一个阻塞函数 那么这地方就有一个问题了 只有执行完accept之后呢 你才能够去执行reserve 对不对 而且呢 我在这个位置加了一个well1循环 也就意味着 只要有客户端跟我连接好之后 那么我的代码 没有办法再回到我的accept的这个位置 继续往下运行 对不对 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去实现并发 因为它一直在well1里面去执行 那么有推会说了 老师 我能不能把这个well1呢 放在accept之前 这样行不行呢 大家注意 如果说你要把well1放在accept之前 又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确实每次都可以执行accept进行连接 但是通信 是不是只能通信一次呀 因为你执行完receive 紧接着执行完sand well1不在这个位置 而在accept之前 所以就直接执行accept了 对不对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 又没有办法一直进行通信了 所以也会产生问题 那么也就意味着 为什么TCP不能够实现并发 原因就在于TCP服务器端有两个阻塞函数 而且这两个阻塞函数呢 需要按照顺序去执行 所以导致无法实现并发 而在UDP的时候呢 只有一个receive form在我们的服务器端 所以它是可以实现并发的 因为不需要考虑别的阻塞函数 是不是啊 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需要再给大家加一句话 怎么样 就是TCP不能实现并发的原因 给大家总结一下 原因就是由于TCP服务器端 由两个读阻塞函数 ACCEPT和receive 两个函数需要先后运行 所以导致怎么样 导致运行一个函数的时候 另一个函数无法执行 所以无法保证什么呀 保证一边连接客户端 无法保证一边连接客户端 一边怎么样 一边与其他什么呀 客户端同行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TCP不能够实现 并发的原因 主要还是在我们的服务器端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先要理解它的一个本质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会给大家讲 如何怎么样 如何实现TCP并发服务器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你不可能说一个服务器就只跟一个口袋通信 是不是啊 我们一般情况下都得需要跟多个口袋进行通信 所以实现并发是必然的 对不对啊 那么实现并发的方式呢 有两种啊 一种就是什么呀 使用多进程 实现TCP并发服务器 一种呢就是使用什么呀 使用多线程实现TCP并发服务器 那么其实啊 大家应该也能够理解说 哎 为什么要使用多进程或者多线程呀 也就意味着 比如说多进程 那么我就一个进程执行accept 另外一个进程执行resale 是不是就搞定了 对不对啊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保证 这两个孩子同时运行 那么就不会说出现一个运行 另外一个没有办法运行的问题 对不对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那么多线程也是一样的 我可以创建多个子线程 每一个子线程呢 负责自己的一部分工作 这样也不会出现问题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重点就会给大家讲一下 多进程或者多线程 如何去实现并发 我们一会呢就会给大家去讲解